新冠疫情趨緩 新增一萬多例的本土確診 比上個星期日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一點一 指揮中心表示 明天的新增個案 有可能會再次的低於一萬例 等校園口罩令鬆綁之後 再觀察大約一個星期 如果疫情沒有明顯反彈的話 那最快會在一個星期之後 預告下一波的鬆綁新制 輕症免隔離 國內新冠疫情持續穩定下探 五號本土確診新增一萬零九十例 跟上週日相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一點一 指揮中心研判 週末過後 都是每週確診數最少的一天 這也讓確診輕症免隔離 免通報上路的時機越來越成熟 羅一鈞表示整體新冠疫情處於低點 若疫情趨勢沒有發現明顯反彈 大約近期記者會有望預告輕症免隔離 鬆綁新制 不過也因為確診定義的改變 屆時將修改通報系統 上路前像是衛生單位醫療院所 都需進行改制教育訓練 另外口罩令也在鬆綁 六號起校園內學生 可以自己選擇戴不戴口罩 但學校的健康中心 校車幼兒園專車 仍比照醫療照護機構 和公共運輸繼續戴口罩 不過醫師也提醒 戴口罩 確實能限制密切接觸傳染 但口罩令解除後 如何減少學生任意觸摸 並勤洗手 仍是接下來學校該加強宣導的部分 記者會有講 龍翔特郭道